金山区六谷里长钟鼎平是寻求连任 并与里办公室前来成立了竞选总部 办理了成立茶会 而除了支持的民众还有贵宾是到场来力挺之外 活动的最高潮还有九旬的阿嬷是为里长还有夫人 是披上了竞选背带 来祝福钟里长能够顺利的连任成功 继续为六谷里的长辈还有民众来服务 大选将至六谷里长钟鼎平寻求连任 与里办公室前成立竞选总部 办理竞选总部的成立茶会 除了支持民众以及贵宾来到现场力挺 活动的最高潮有九旬的阿嬷为里长以及夫人 披上竞选背带 祝福钟里长能够顺利的当选连任 继续为六谷里的长辈与民众来服务 拜访你厉害真是大戴 这些菜是要的 好处备把中拉平倒山丹 动蒜给他们做 动蒜真好 给他们做这个吃好 带到那些人 看我们建立不够 九旬阿嬷说 终里长平日办理许多的活动 让长辈外出有课程可以参与 在里内活动不会感到孤单 有被照顾的感觉 而里长也在茶会上 肯托里民给予支持 让他可以继续为六谷里建设与服务 但是做事情是我唯一的目标 完全认识是我唯一的目标 钟鼎平立章指出 返乡服务已经超过20年 而家人也被自己的热忱所感染 太太女儿儿子与媳妇都一起 在六谷里为详情服务 也希望六谷里不论是长辈照顾 交通与环境 都可以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好 让里民的生活进步更有感 记得平函金山采访报道